KTG指标已经到了超买区间 看样子比特币短期回调是有压力的 加密融资项目越来越多 BUSD终将退出历史舞台 必然处境四面楚歌 借壳重生进军香港拿了个牌照吗 市场回暖 Odinus市场大涨 比特币生态再次扬帆起行了吗 视线资产代币化 稳定币有望颠覆传统金融吗 微软裁撤R-SIM团队 工业元宇宙遭遇重挫 用加密货币重新涨量世界 掌握24小时财富密码 一起慢慢并有钱 10月26号星期四 B联合赞 我是Michael 今天中午12点比特币的价格来到了34,700美金上下 日线级别我们看到已经连续涨了8天了 我们来看一下反映价格波动趋势的KTG指标来到了100 说明已经进入一个超买区间 短期之内我们看还是有一波回调的需求的 那回调的支撑位在哪呢 33,200美金 如果能够在33,200和35,600之间形成一个箱体的话 震荡之后再向上进攻会是比较健康和良好的态势 那么往上看到哪呢 4万我们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位 因为上轮牛市有大量的筹码堆积在4万这个正数关口 所以要想突破我觉得还是有难度的 在牛市的上涨初心的一般都是比特币先涨 然后涨了差不多之后山寨币才开始涨 所以现在还不着急去布局山寨币 而是要等到比特币的交易量占比达到50% 60以后再考虑买入也不迟 不过呢 鉴于短期内确实有回调的需求 现在梭哈比特币也并不是一个明智之举 我们再来看一下稳定币的市值吧 目前排名第一的还是USDT 市值在842亿美金 第二名USDC市值是251亿美金 第三名DAI 37.5亿美金 第四名是TUSD 33.6亿美金 BUSD位列第五市值为20.7亿美金 那根据稳定币的行情来看 USDT已经连续两个月季度净利润超过10亿美金了 并且保证金也提高到了33亿美金 市值现在还在不断的上涨 来看一下BUSD 由于受到监管的压迫之后 BUSD从它二年的最高点234.9亿美金 已经下跌了90% 明年的上半年BUSD会彻底的退出历史舞台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个稳定币 虽然没有排名在前五之内 但是它的发展速度是非常的快 那就是FDUSD 根据CoinGecko的数据 FDUSD目前的市值是4.7亿美金 对于一个新兴的稳定币而言 发展算是非常迅猛了 那这个稳定币号称是全球最合规的稳定币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近期加密市场的融资情况 这是资本的一个风向标 好 近期数字资产的二级产外交易平台 叫STIX 宣布完成了由Persilium VC领头的270万美元融资 币安Labs发布了关推对CyberConnect 进行的新一轮的后续融资 以及Nocturn Labs完成了600万美元的总资轮融资 今天周四 这是这4天之内发生的三起 金额非常大的成功的融资案例 说明什么 市场的资本已经开始在为牛市做准备了 接下来行情起来之后 相信还会有更多的热点项目推向市场 那我们频道基于web3 基于去中心化的道组织 帮助大家进入一级市场的投资道 也会在近期尽快的启动 希望大家保持关注 好 请您点赞 我们来帮您梳理24小时 您必须关注的加密赛道的新闻 大家知道今年3月份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是与非法提供衍生品交易 起诉了币安和赵长鹏 6月份SDC又补到 向币安和赵长鹏提出了 包括经营未注册的交易所 非法向美国投资者提供和出售证券等13项指控 目的就是要把币安和CZ拱上法庭 其实美国打击币安 现在已经是秃子头上的狮子 明摆着的事了 本周币安向法院提出了申请 要求撤销CFTC提起的诉讼 但是在昨天下午4点的时候 币安突然暂停了交易所的出金 这个把用户吓得不轻 事发3小时之后 币安才做出了回应 币安暂停出金的事情才刚告一段落 今天又传来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据华南早报报道 有知情人士透露 币安是香港新成立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HKVAEX背后的推手 并且多项证据直至双方关系匪浅 据了解HKVAEX成立于2022年12月 并在今年2月推出交易平台 是香港证监会公布的四家申请牌照的交易所之一 匿名知情人士表示 HKVAEX虽然是独立的实体 但是币安和HKVAEX在背后是共享资源 并且还整理出了6条证据 对于这个事HKVAEX曾经在一封电子邮件当中回应表示说 交易所是一家总部于香港的独立的虚拟资产的交易平台 是由金融服务行业的技术团队和经验丰富的人士来运营的 币安发言人也表示说 他们和交易所之间并没有律师的关系 它不属于币安旗下的公司 大家注意到没有 大家双方的回应当中都对资源共享 这个新闻焦点是没有提到的 其实我特别不理解 对于一家新成立的交易所 如果能傍上币安这样的大盘交易所 应该说对于提高你的使用者的信心来讲是有好处的 那是不是因为怕和币安走太近 进而被美国政府连带着打压呢 也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那还有一种可能性的就是我用这种小道消息 非官方渠道的方式去棒这个大盘交易所 而我们官面上我们来尽量的杜绝监管的这种连带责任 也有这种可能性 您说呢 最近市场行情回暖了 那ordiness的叙事也开始了新一轮的爆发 咱不看别的 咱就看这个BRC20的龙头 ordy从最低的2.82美金涨到了5.88美金 涨幅超过109%了 除此之外 ordiness协议有了新的火热代币和它的新的协议 比如说最近非常火的BC100 本来这个项目是9月份就有了 销声匿迹一段时间之后 在10月25号 BRC20的创始人多么所成立基金会 Layer1Foundation发布了BRC100的介绍 就在多么的背书下 BRC100这个应用协议开始成了社区关注的一个热点 币价也涨到了大概70U一张 翻了差不多50倍 那最近呢 ordiness又有一个项目火了 Ibtc最近在ordiness生态异常火热 目前价格为0.07美金一个 约199set 涨幅超过6倍 Ibtc火爆的原因在于 贝莱德现货ETF名称为Ibtc 市场认为如果贝莱德比特币现货ETF通过 Ibtc会有一轮大爆发 同时Ibtc又有inscription BTC的含义 将会是一个很好的叙事点 然而该代币目前只有炒作成分并没有实际应用 但目前Ibtc市值较低 仅147万美金 BRC100和IBC的火热呢 告诉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ordiness的生态又在酝酿一大波的趋势了 如果比特币继续上涨的话 那么BRC20计价的明文代币也会跟着涨 这是毫无疑问的 不过大家要注意的是 明文现在大多数呢 还没有任何的实际应用价值 就是拿来炒作的一个命币而已 那唯一能够实际应用的用处就是 Unisat它在BRC20Swap上用作Gas的名文 也就是Sats 除此之外 Audi作为第一个名文的代币也还是不错的 其他的名文除了Bovl 这个以ordiness和BRC20生态上第一个宠物 和文化类的命币之外 我觉得还是不要再去二级市场上碰运气 你要是看着别人报复手痒 还不如自己去mint一些自己看好的日路较高的名文 说不定哪天还会有意外的惊喜 金融巨头积极布局RWA能不能实现格局的改变呢 微软和Meta接连预困 元宇宙到底能不能行 其实任何一个现象级的企业或者项目的诞生 都必须具备一个条件 就是曾经束缚它的市场条件 或者法律法规变了 压制它的市场铁花板打开了 那么新一层的市场攻坚才会出现 大家看像币安高盛 汉米尔顿西门子这些传统的金融机构 还有币圈的MakerDOT AAVE这些头部的DeFi协议 都在RW赛道上去争相布局 好像RW赛道真的是瞄准了亿万级的增量市场 那真的是这样吗 我一直就没说RW其实就是一个伪命题 我们想从传统的金融撕开一个口子 没想到这是传统金融来币圈割韭菜的一个工具 那RW为什么能炒得如此火热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趋势背后 有一些Web2的大佬们在为RW的概念来站台 我们看一下都有谁 全球资产管理公司WinAct的数字资产策略主管 加伯尔·伯尔巴克斯指出 代币化资产将使用比特币和稳定币进行结算 HTX Winters是另一个看好RWA市场的机构 HTX认为RWA和比特币现货ETF 都有利于传统金融机构进入加密货币领域 为市场注入更多资金和流动性 他认为这些因素可能会成为下一轮牛市的基石 波士顿咨询集团此前一份报告显示 到2030年代币化资产市场有望会激增至16兆美元 其实RW这一波的火爆呢 大家看一下数据就能知道 你从推特和谷歌的数据上就能看得出来 中文区的热度是远远高过英语区的热度 英语区是一些研报方向性政策性的一些讨论 而中文区已经在考虑我们怎么发币 怎么来进行这个生态上面的对接了 那中文区又指向一个地方 那就是香港 那香港能不能靠这波RWA翻身呢 我们来看一个数据 2023年三半年 那么全部的香港的新股的融资总额是多少 港交所融资总额是23亿美金 所以现在港交所已经跌出了全球前三个交易所的行列了 那现在是排名第六的位置 其实在八月份整个港交所更是一只新股都没有 所以现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咱们得打一个问号 所以如此大规模的宣传 RWA难道是为了挽救自己金融中心的地位吗 可是币圈这么小的体量 RWA这个新兴的概念 要想挽救这个地位估计也是杯水车薪吧 如果你是一位元宇宙的狂热的支持者的话 咱们来聊一聊 是不是不用等多久 那么大家描绘出来的虚拟世界 就会改变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呢 现在元宇宙的坚定的拥护者认为 在短短几年之后 我们就会戴着虚拟眼镜 或者用头戴的穿戴设备 我们就可以完成购物社交学习工作 所有我们在现实世界当中的角色 都会在虚拟世界当中连在一起再来一遍 所以我们只需要再等一等 就可以看到那样的一幅图景了 那现在是时候让我们来坦诚的讨论一下 就现在的元宇宙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样子 Facebook改名为Mata之后 一头扎进元宇宙的这些大厂门 现在活得怎么样 科技剧情微软近日宣布 他们将关闭被寄予厚望的工业元宇宙项目 LSM 这意味着微软将放弃在工业领域 打造元宇宙的尝试 根据商业内幕的报道 微软已经向LSM团队发出了内部通知 告知他们项目终止的消息 并且整个团队都将被裁撤 Mata旗下烧钱的元宇宙部门Reality Labs 收入为2.1亿美元持续减少 第三季亏损达37.4亿美元 自去年初以来 该部门已损失了近250亿美元 微软这回要裁多少人 其实并没有透露 但是这个规模看起来应该不小 很多我在这个硅谷的科技企业的朋友们都说 最近科技公司正是裁了招招了招 这个成本减没减少不知道 反正把人折腾的是够呛的 其实很多事物的发展规律都是这样的 有一个矫枉过正的一个高峰期 然后再回到理性 其实这波元宇宙概念的这个预冷 确实可以让这些科技业的巨头们 看看怎么合理的分配资金 更加务实的更加理性的 来看待一个新兴概念的一个兴起 找到一条真的又可以节省成本 而且可以持续发展的一个新路子 好 来看快报 据官方博文 链油Iluvium将于2024年QE 推出公测版本 由戏内交易所Iluvidex 引入了新功能 包括协商价格的报价系统 资产按游戏组织的新结构布局 以及卡片堆叠功能 以简化浏览资产集合 苏维将推出压缩助记词格式的新模式 可将12个单词减少到8个单词 且不会损失伤 还将提供一个API 来实现从12个单词到8个单词的转换 以及反向转换 算法 字典和API将很快发布 目前仍在得到反馈和完善 Rbitrum基金会在X发文 Tomorrow和星球的表情符号 该推文已被置顶 似乎暗示明日将发布重大公告 不良资产投资公司Jerarchy Acquisition上 FTX债券现在报价每美元50至53美分 上周价格在40多美分范围内 日前Bitwise已经更新了其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提交的现货比特币ETF申请文件 其交易代码为BITB Severt表示这是一次常规的ETF申请改动 代表资管公司确实与SEC就相关事宜保持沟通 帽子大家都很喜欢在结尾听一个小知识点 或者听听币圈的故事和八卦 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其实在中国内地完全打压加密数字资产之前 在内地非常完善的网络购物世界当中 是可以买到比特币的 而且可以通过淘宝网这样的大众的消费平台来购买 2014年就有一个姓吴的小伙 他在淘宝上买了2.675个比特币 如果按照今天的价格来算的话 差不多是9万多美元 但是由于政策封锁 他的钱取不出来 币提不走 所以他把淘宝和所有的店家都告了 当然这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故事了 这个案子怎么判的现在已经搜不到了 现在比特币只能去交易所或者是场外的OTC购买了 好 以上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我们频道有价值 欢迎给我们点个赞 也欢迎您在这个链接当中去查看所有的会员权益 我们希望带着所有的会员在这一轮牛市当中 资产后面加个零 让我们一起慢慢变有钱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